几年内的二手车最值得入手 哪一年的二手车性价比最高 看完这些关于二手车的知识 你心中应该就会有数了 我这里说的二手车要排除事故车泡水车 关于二手车要划分几个年龄阶段 第一,一年内的准新车 这种准新车还带有4S店的自保 车况也跟新车没两样 但是价格上没有优势 而且在后面的一两年 会进入一个快速贬值的区间 总体来说性价比不高 有这钱买二手 还不如直接买一辆新车 这种年龄的车只适合一些 有特殊需求的人群 比如一些热销紧俏车型 几个月都拿不到车 而你又急着要 那么可以考虑这类车 第二,一到三年的二手车 这个区间的车贬值率最高 总体值价率大概在裸车价的30% 车况与准新车也并没有太大区别 而且仍然还有4S店的自保 如果买这个阶段的二手车 就可以到4S店将有故障的零配件都换掉 相比一年内的准新车 那性价比肯定要高一些 第三,三到六年的二手车 这个阶段的二手车 经过前三年的快速贬值 价格到了一个低位 而且进入一个价格平稳期 一些车型甚至用裸车架一半的价格 都能买到 正常情况下 这个阶段的车 公里数在六到十万 车况并没有衰减太多 只不过已经过了自保期 很多原车手就不在4S店保养 你接手后 在维修保养上花费的钱 肯定要比三年内多一些 但是胜在购车价格便宜 这个阶段的二手车 性价比处于巅峰 如果你想买二手车 这个年龄阶段无疑是首选 第四,六到十年的二手车 这个阶段的二手车价格是很便宜了 几乎都能用不到新车裸车价 一半的价格就能买到 但是车子也会出现一些毛病 比如漏油,异响 买这个阶段的二手车 到手后肯定少不了一大堆 维修保养的费用 第五,十点以上的二手车 这个阶段的二手车 首先考虑的是排放标准 你别买回来后上不了牌 那就尴尬了 其次,这个阶段的二手车 虽然价格相当的便宜 但是真不建议入手 即使你能只花几万元 就能买一辆高端豪华品牌的车 但是真的可能是买得起用不起 一年到头不是修这里 又是换那里 不知不觉就把你钱包给掏空了 很不划算 当然具体买哪种车型 还是要根据你的购车预算来 但是说句实话 我真心不希望你去买二手车 这里面的水太深了 一不注意就会踩坑 你看现在咱们国产车 质量也是相当的不错 花不了几万就能买一辆新的 你买来代步完全没问题 不用去考虑二手车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难道不好吗 你认为说的对就点赞 说的不对就评论区间 最后问题来了 你买车会选二手车吗 关注我 每天学习一点有用的汽车知识